根據調查現在人上網耗在臉書的時間是最多的 就詐騙集團看準了這一塊 讓臉書網路購物詐騙數量大爆發 隨便一滑臉書廣告的購物訊息沒一件斷過 就民眾買了正行的空拍機 沒有想到被騙超過三倍的錢 看看這台空拍機酷炫的機身 正品在蘋果的官網可是逼近兩萬 但網路僅售價兩千有找 買主心動下飆 沒有想到進來的竟是掌上型的玩具散熱機 材質被騙很大而類似的事件層出不窮 自己來的時候通常材質會特別的差 然後那種就覺得那種是 刻意為了要讓你買那些瑕疵品 然後才做的一些打手 如果民眾用貨到付款的方式 那你找不到你的賣家是誰的時候 建議民眾如果你不小心把貨收了 錢也付出去了 那你還是可以試圖聯繫這個貨運業者 因為他有幫你收錢 他等於是賣家的旅行輔助人 那你就可以先追究這個貨運業者的責任 聯繫詐騙廣告其實有六大特徵 第一通常標榜正品大特價 利用民眾減便宜的心態 第二使用飢餓行銷 讓人誤以為不買就沒有機會 第三提出奸賞期達30天博取信任 第四則標榜貨到付款 但實際上很難驗貨再付款 另外還有網站僅售單一商品 以及都是一面倒的正面評價 看到這一些都要特別小心 最好是拿到貨的時候能夠先檢視 那如果貨運業者不同意你檢視的話 我是建議你直接就行使消保法 第19條的七天無條件解除契約的權利 沒有第三方公正單位的平台 非常容易成為詐騙集團的溫床 民眾最好謹記詐騙的特徵多詢問 以免成為下個受害者 記者綜合報導 在詐騙集團中的詐騙集團中的 詐騙集團中的不甩人